慈禧太后的宝妹,生得比慈禧漂亮百倍,却被她给害死了。 叶赫玛拉婉珍也许大家并不了解,她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光绪皇帝的生身,母亲她容貌专装身份,高贵,为纯亲王但有四子一女,其中三子一女夭折,婉珍大受打击一度不振,只剩下一个儿子。 爱心觉罗在田也就是光绪,皇帝光绪入宫后,母子无法见面,她变得挣扎与思念中,过了二十二年在五十五岁时死去。 在那一年婉珍怀着无限的憧憬,参加了皇宫的选秀,可无奈落选。 当时她的姐姓珍是贤丰帝的贵妃,的贤丰帝宠姓,也就是慈禧。 当时慈禧在朝廷中誓丹,那伯为了拉拢自己的势力,最后在慈禧的操作下,贤丰帝将婉珍指昏给自己的弟弟纯亲王。 当时的纯亲王风流倜傥,文采妃扬婉珍嫁给纯亲王也不算委屈。 后来婉珍又为纯亲王生下第二子在田,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公元1875年同, 治皇帝去世同治帝,是慈禧独子同日帝去世后,便无人继承江山慈禧之, 道国不可一日无君,但又不想看着权利,在自己的手中,丧失了慢慢的慈禧就把目光放到了妹妹年幼的儿子在田身上, 就这样年仅三岁的在田被接近宫去。 被慈禧扶持为了傀儡皇帝,也就是光绪帝婉珍, 因为之前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,心里的创伤一直没有平复, 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又跟自己分离开他倍感落寞。 慈禧为了加强自己对皇帝的控制,不许光绪帝去见他的生身母亲婉珍, 虽然难过可是面对着极高权力的阻隔,却也无力改变婉珍, 后来又生下二子一女。